你好,身後這兩幅是我的作品 主要是關於城市空間、城市面貌的題目 全部都是一些很普遍香港的風景 主要是想畫唐樓 因為其實在香港後面很多城市或地方 已經開始做一些重建、試身化 可能有些東西已經失去了特色 甚至已經不斷被高樓大廈取代 所以想畫一些很有香港七、八十年代的特色的面目 例如唐樓、康律房 而很多畫中都是一些組合 因為香港的特色本身是中西文化的背景 再加上很多不同時代的文化衝擊 有很多時候都是會Closover 甚至乎會有少許角烈色 甚至乎水片化的情況出現 我想將它們的面目呈現出來 同時間另外有一些作品 是講康律房的某些議題 去引起畫出來的 例如一個地板的範圍 它會把一個拖廓裡面 可能有些地方曾經是要修補的 有些洞洞的 它就由其他地板去replace 了 這樣的情況出現 同時間那些紫皮石 地板的pattern 都是很代表香港本身一些禁的文化 本土文化 其實我去做這些議題的時候 最初一開始做的時候 我想大概是十幾年前 是因為住一個拖廓房 面對一些居住環境問題 當初就是因為很沉重自己的 很壓抑的感覺 就去開始做這個議題 但是慢慢去做的時候 亦都會發現了 香港有自己的城市風景面貌 我就想同時間去畫 去將它保存下來 甚至乎我認為精彩的城市 本身的日文風景那邊 去畫出來 再呈現出來